台北市立委補選進入倒數黃金州 民進黨候選吳一農今天也證實 副總統賴清德將會在4號晚間 親自站台衝刺選情 而國民黨王宏威在元旦這天 就先找來了黨內的最強母雞 新北市長侯友宜來陪同掃街 也透露週一就會跟台中市長盧秀燕來合體 不過王宏威一早出席升旗活動 原先黃復興黨部主委紀林聯 跟北市副議長葉林傳都在收邀名單 但兩個人最後都沒有到場 被解讀落是怕進來了紅筒 跟黑豆爭議影響選情 一億和民眾握手請托 國民黨最強母雞侯友宜 元旦上午踏出新北 陪同王宏威雙聯市場掃街拜票 人氣超級旺 能夠到立法院做更多的事 我們非常的期待 有侯市長的加持 那麼對我的選情我會更加的有信心 王宏威特地謝謝侯市長 但他上午出席中山區劍壇裡升旗活動 原先黃復興黨部主委紀林聯 北市副議長葉林傳都在收邀名單 但近來一個陷入紅筒爭議 一個被指有黑道背景 兩人上午都缺席 是否怕影響王宏威選情 誰會出席說實在我是應我們的劍壇裡的邀請 我想我會充分地尊重我們的主辦單位 我真的不曉得誰會去 我只確定里長跟李明會去 這個我真的沒有辦法揣測這個別人的這個元旦行程 畢竟選戰黃金州跟誰同台也很關鍵 雙方將各自找來黨內大咖化身最強助選員 明天那個盧秀業市長也會來參加活動 我們1月4號有我們最後的一場廟口的開獎 那也非常感謝我們尊主席 尊主席這個撥控出來參加 現在代理主席陳其邁 陳市長 我們也預計大概在這禮拜中的時候 中旬的時候 有機會一起來給我們加油 給我們鼓勵 元旦評選戰也拼助選員分量 在世宣會輪台北報導